這一款呢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滿分的無線充電立架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在最有誠意的價格限度內 給你充到最多組的設備喔 那再來下面這裡呢就是幫我們充AirPods啊 或者說有支援器無線充電的任何藍耳機跟產品 那當然還不只有這樣子 這個SFest E9呢它還能夠當作小夜燈使用 嘿大家好 我是阿康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果粉 我相信你應該是一個喜歡蘋果生態鏈的人喔 特別是在你有買iPhone啊 買Apple Watch 甚至買AirPods的話 你一定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啦 那就如果你要同時充這三組設備的話 你就需要三組的充電頭跟充電線 當然我們客觀來講呢 其實也不是說你一定三組設備要同時充電喔 你可以共用一條Lining線啊 幫你的iPhone 幫你的AirPods充電 但是怎麼樣 你的Apple Watch另外一條充電線是免不了的 畢竟Apple Watch沒辦法跟iPhone共用充電線嘛 所以這樣子一來呢 可能充電線都會有點雜亂啦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開箱 今天由微博科技所總代理的SFEST 針對果粉所推出一系列的產品喔 那我先講結論 我現在拿在手上這個東西呢 還有盡量跟大家開箱的東西 都是我真的很喜歡的 並且這些產品呢 有都非常物超所值啦 首先第一個來看呢 就是我已經拿在手上了 叫做SFEST 19 這一款呢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滿分的無線充電立架 以SFEST 19來說呢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在 最有誠意的價格限度內 給你充到最多組的設備喔 以在這邊來說 我們可以充我們iPhone的MacSafe磁器充電啊 還有可以放我們的AirPods上去 那再來下面這裡呢 就是幫我們充AirPods啊 或者說有支援器無線充電的任何藍耳機跟產品 但是你以為這樣結束了嗎 可不止喔 SFEST 19後面還可以再另外拉一條 USB-A的充電線出來 看你想要充什麼設備都可以啊 也就代表說呢 這一台SFEST 19它最多可以支援到四組的充電設備喔 那當然還不只有這樣子 這個SFEST 19它還能夠當作小夜燈使用 這個小夜燈是有三段設計的 如果我們放在房間的話就會非常有氣氛啦 也就是說它也可以當作氣氛燈使用喔 那當然其他規格上面貼心的過電保護啊 短路保護、過熱保護、金屬偵測、異物偵測 它統統都有 並且都有多項的NCC、BSMI、CE、Rose、FCC、UL等等認證 然後呢還賣你這種價格啊 我覺得算是物超所值喔 不然我們隨隨便拉個充電線啊 充電頭啊 絕對都超過這個價格啦 所以如果家裡缺一個無線充電座啊 甚至你也缺一個床頭氣氛燈 想跟老婆好好培養氣氛的話 這個SFEST 19我覺得算是相當划算 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產品 那再如果你本身可能之後買iPhone啊 買Apple Watch 如果你沒有買到無線拉耳機的話 SFEST探索系列Crystal T8 小精彩真無線拉耳機 也是相當值得入手的一款產品 以SFEST T8來說呢 它就是一副可愛至極的無線拉耳機啊 講真的啦 光是它這個外觀呢 我覺得就非常值得入手喔 第一眼就非常的吸睛 因為SFEST T8呢 是完全流離、透明的設計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外盒的包裝啊 我們可以發現它就是一副 非常漂亮、非常美麗的耳機 整顆充電艙啊 包含耳機也是一體成型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耳機要拿出啊 然後重新放進去 它所有的充電方式呢 顯示上面都非常的特別 大家仔細看 因為它的充電顯示方式呢 是使用3D浮雕 顯示出左耳啊 右耳的充電數字 還有燈號啦 所以這就充分體現 SFEST在設計這款T8呢 它是一體式的設計喔 就是已經完整都考量清楚了啦 那以SFEST T8來說呢 它的主打就是要讓你成為超流的探險家喔 所以他們一共推出6款不同的配色 那當然除了有絢麗的外表以外啊 一副耳機最重要的還是音質跟連線通話好不好嘛 以SFEST T8來說呢 是採用10加6M雙動圈的設計 而音質上面啊 低音部分 該層的地方都很強 當客觀來說呢 它的中高音方面比較圓滑一點 這樣對於模型來說呢 聽起來也比較不適人啦 不過它擁有音樂模式啊 還有電競模式可以切換 再加上這麼科技感 這麼可愛的外觀喔 這一點我是給過啦 而SFEST T8在連線和通話方面的表現 都蠻優異的 它是採用藍牙5.3和雙麥陣列降噪的設計 我這一陣子不管是戶外聽音樂啊 玩遊戲啊 追劇啊 都在用這副SFEST T8 我也沒有遇過斷線的狀況啦 而它雙麥克風的設計呢 就是盡可能的 幫我們在通話或在戶外的時候 收好我們的聲音嘛 而整副SFEST T8呢 操作上面也非常簡單啦 看你要切換電競模式啊 音樂模式啊 或者說摸一下音量增減 摸兩下接聽播放 摸三下上一首下一首 都是非常直覺性的操作 而整副耳機呢 也都有快充10分鐘 能聽2個小時的快充功能 搭配充電艙呢 最高能夠30小時的續航 而且呢 它的防水也達到IPX4 算是都很有誠意啦 日常使用呢 一定都足夠哦 而包裝裡面呢 也都提供各種尺寸的耳塞給你 所以如果你不是缺一副無線拉耳機啊 是一副SFEST T8 就非常適合喜歡隨時聽音樂帶著手的你啦 再來SFEST 還有另外一款非常獨特的產品 再來就是它的多功能 HUB筆電支架15PLUS 各位 仔細聽這個名詞 它叫做多功能HUB筆電支架 我個人會覺得啦 如果你能把HUB筆電支架 結合在一起呢 它就一定會是一款非常好的產品 因為如果我們買到的筆電啊 都是MacBook系列的話 蘋果呢 都只有給我們少少的機孔USB Type-C孔 所以呢 對於每個MacBook用戶來說啊 買HUB的錢是一筆少不了的錢啊 那既然都要花一次HUB的錢呢 如果直接把它升級 變成整體的筆電式HUB支架 欸 那這樣子肯定是再好不過啊 那SFEST這個15PLUS筆電支架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HUB是可以這樣子拆起來的 然後呢它裡面也有標配一條USB Type-C to C的線 如果你今天要臨時外出啊跟旅遊啊 你就可以把HUB拆起來帶著走 而SFEST15PLUS呢 最多支援到八合一的孔位設計啦 一孔USB-C支援到PD100W快充 兩孔USB-A3.0 一孔RJ45 兩孔的SDTFG卡槽 一孔的HDMI最高支援到4K 30fps 另外一孔USB Type-C外接啊 基本上就是所有該有的孔位都給你了 用它呢 對於筆電的用戶都一定非常足夠 那各位 它另外的重點 就是SFEST所送你這條C to C的線 它上面是有開關的設計 這樣子一來 如果我們筆電可能要待機省電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關掉這個開關就可以了 不需要重複的插拔啦 再來呢 整台都是高質感鋁合金製程 放筆電的地方呢 這裡也都有樓空 幫助我們的筆電好好散熱 那SFEST筆電支架呢 它還可以做多段性的調整啊 就是放到我們筆電最適合的使用位置 大家可以看你要轉90度啊 或者說你要再稍微前傾一點都可以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它的下方這裡呢 都有矽膠芳花墊 幫助我們維持一個良好的姿勢 而且也不用怕筆電會掉落啦 那整塊EU Plus呢 它折疊起來 其實我們認真看也沒有到非常的大 那如果我們本身是一個會帶筆電包 或帶背包的族群 這個支架呢 折起來之後就可以放進去 我們的筆電包跟背包裡面 隨著我們一起旅行啊 欸各位 也就是說這個產品呢 可以算是我們對筆電支架 這個產品原本的想像力啦 不然一般來說呢 我們只要想到筆電支架啊 就會想到說 它就是讓你好好 固定在工作桌前面的 我們一定很少想到筆電支架 是可以這麼輕鬆的隨身攜帶啦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會有外出需求啊 S-Fast也有推出各式不同的車架 如果你本身是開車的族群啊 S-Fast的MG3就會非常適合你 雖然我現在是開Tesla Model Y 這款MG實在不太適用啊 可是說真的 特斯拉這樣的設計冷氣出風口 我個人也蠻困擾的 但是呢 我依然是把這個支架 裝在我之前給家人開的RT上面啊 那以這個產品來說呢 既然我們都是裹粉 總是要好好善用蘋果 給我們的Magset磁吸功能 所以S-Fast的MG3呢 就是針對磁吸充電 你有開車的族群所設計的啊 我們只要使用到Magset磁吸充電系統啊 每次上車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吸上去了 不然以前傳統的車架 我們都需要按開關 或者接不同的線 算是相當的麻煩哦 那以MG3來說呢 放上去之後啊 不管我們要直著放 橫著放 完全都沒有問題 每次上車呢 就是設好導航直接吸上去 充電的非常方便啊 下車呢 也是直接帶走 不需要做多餘的插把 跟按什麼開關哦 不過如果你本身呢 是一個騎自行車的族群啊 或者說你是騎特別種類的機車 S-Fast E啊 這就是族群推出D15車架哦 以D15的最大分數來說呢 就是它單手輕鬆轉向啦 一樣看我們要橫放或直放都可以 不然我們在騎自行車的時候啊 可能都需要把手機放口袋 或者說前面放一個自行車包 或者說放在我們車衣的後面口袋啦 以D15來說呢 也有安全鎖的設計哦 這肯定是需要的嘛 不然騎車飛出去呢 手機就會非常心痛 那當我們騎到定點之後啊 要下車拿手機時 也是輕鬆順手就拿下 真的是非常方便跟非常好用哦 那它在安裝上面呢 也不會太過為複雜啦 前後夾具夾上套上螺絲之後 再鎖一下就安裝完成了 算是很推薦如果你本身也在騎車 但是找不到一個好車架的朋友啦 所以總之還說呢 這些體驗到S-Fast的眾多產品 我算是覺得相當驚艷啦 S-Fast對產品呢 都有不同的理解 特別是在一九四合一充電器 和一五PLUS筆電支架上面 並且全部的產品售價呢 也都非常親民啦 因為S-Fast就是一個 在乎產品質感 及使用者體驗的新鎮品牌哦 堅持在價格啊 產品質感啊 還有外觀上面 取得最佳的三值的平衡 帶給喜歡最新科技消費者 奢華及CP值的享受啦 那光榮與慢的連結 也放在下面敘述欄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次去看看吧 那最高興趣幫你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訂閱 卡路 Maria 啟動 打�新 1967 便售 我們就下集片見啦